美国国务院内部电报被公布 揭出武汉实验室的秘密 美国国务院本周公布了一份2018年的内部电报 电报内容引发了美国高官开始对新冠病毒从中国武汉实验室泄露的猜测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7月18日报道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一份2018年的内部电报 详细描述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 对武汉第一个病毒学实验室缺乏训练有素人员的担忧 报道指美国华盛顿邮报透过资讯自由法 近日取得国务院2018年的两份外交电文 称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严重缺乏运作一个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所需的 经过恰当训练的技术员和调查员 这份在2018年1月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出的电文 新闻界过去始终无法透过官方渠道取得 华盛顿邮报今年4月根据资讯自由法 终于取得该份电文 该封被标注为敏感但非机密的电文指出 美国官员曾于2018年造访武汉病毒研究所 发现研究所内严重缺乏经过适当训练 对安全运作此等高污染性试验室 而不可或缺的技术人员与调查人员 该试验室的科学家获准研究 从蝙蝠身上隔离出来 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 但却被排除在该试验室内研究导致 人类SARS疾病的冠状病毒 除非获得某指定委员会的明确许可 电报中泄露的内容 引发了美国高级官员 从4月份开始的未经证实的猜测 即新冠肺炎疫情 是由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事故造成的 美国总统川普4月30日曾表示 他已经看到了引发新冠肺炎疫情的病毒 来自中国武汉传染病试验室的证据 当记者追问川普究竟看到了什么证据 让他高度相信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时 川普说我不能告诉你们这点 我不被准许告诉你们这点 但川普5月4日澄清称 他的意思是病毒从武汉扩散 而非确认病毒源自实验室 报道指出 完整的电报既没有强化中国实验室事故 导致病毒泄露的说法 也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然而近几个月来 科学界对事故理论的怀疑有所增加 因为试验室正在研究的蝙蝠冠状病毒分离株的基因序列 与COVID-19的基因序列不匹配 美国国务院的电报称 美国官员2018年访问过的试验室 严重缺乏安全操作这个高封闭试验室所需的经过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和调查人员 电报称 试验室的科学家被允许研究从蝙蝠身上分离出来的与非典SARS类似的冠状病毒 但除非得到一个指定委员会的明确许可 否则他们不能在试验室里研究引起人类疾病的SARS冠状病毒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感染与免疫中心主任利普金在华盛顿邮报传送的电报内容后表示 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支持这病毒是有意或无意泄露的说法 你不能仅仅说某人因意外泄露病毒而有罪 你必须证明这一点 其他专家淡化了电报中对实验室人员资质批评的意义 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的卫生和生物安全主任 格伦菲尔说 在维持具备适当技能的劳动力方面 全球持续面临挑战 世界上所有这类设施都面临着这类挑战 该电报标注SBU表示敏感但非机密 美国每日电讯报7月5日援引牛津大学一名专家的观点发布独家报道 该专家认为新冠病毒并非起源于中国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在亚洲出现之前就已经在别处存在 它可能在世界各地处于休眠状态 当环境条件适宜的时候被激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有关报道再次印证了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 应由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开展国际科学研究与合作 赵立坚强调中方继续支持各国科学家们开展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的全球科学研究 支持世卫组织主导下各成员国就病毒动物源头等领域开展合作 好我们继续进行下面的报道 自称代表中央与领导人认输假中联办高官 拐撤员判求20年 据星岛日报报道 输着大背头办公桌置放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 背后疑似中央领导人求真务实的题词 拐撤员标准照的形象一副日理万机的高大上 大约在十几年前 拐撤员以政论家的姿态在香港出现 认识的人都叫他老款 他对外自称港澳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北京大学传播以文化研究所专家研究员 驻有理论专注世纪之交的求索 中国崛起于挑战等 14年初爆出有中资基金正在香港筹备一份报章 香港陈报 快撤员是幕后金主 快适口否认 但4月底传出他在中国被拘 很快陈报宣布 公司未能找到新投资者 不能再办 后来有媒体引述消息指 快撤员拉拢商界投资的陈报时 自称我是代表中央的 声称与江泽民 曾庆红 李源潮等领导人熟人 但最终只有一名中国背景的富豪重招注资 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 近日撰文称 快撤员原来是一名骗徒 在北京犯了骗案逃到澳洲 后来前回香港 因擅长写打手文章 赢得某位掌管宣传的领导赏识 成为御用文匹 他得意忘形 忘了自己仍是北京的通缉犯 形势越来越招摇 结果引起中国当局注意 14年5月被中国公安拘捕 从此销声匿迹 重用他的官员 其后被调回中国当文史馆长 2014年初香港陈报筹办的消息曝光 经常在媒体撰文的 快撤员被指是幕后搞手 但4月底传出快在中国被捕 陈报胎死腹中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 快撤合同诈骗 诈骗二审刑事裁定书 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 时间是2016年12月 裁定书指出上诉人快撤 曾用名快撤员 1986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 户籍地吉林省吉林市 赞助地香港 2014年4月29日被羁押 并被刑事拘留 同年6月5日被逮捕 据星岛日报获悉 快撤员因为涉及两宗诈骗案 金额共达880万元人民币 在珠海被判刑20年 据悉快撤员自称是中联办副部级高官 与中央领导关系密切 保证一名内防股老板 能够在广东打赢官司 骗取200万 他以为国家做统战工作为由上诉 但遭广东高院驳回 这里是宁静新闻台 中国新闻节目 我是戴希 今天是2020年7月19号星期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您将收看 中国政法委自本月8号起 成立了中国政法队伍 教育试点整顿办公室 随即公检法系统内 就掀起了一阵整顿的风暴 21名政法干部应声落马 一群清华校友 因为担心许章润教授失去教职后 生活陷入困境 因而为他发起了网上众筹 为他筹得了约10万元人民币 但许章润已经婉拒了这笔捐款 感恩之余 他不忘表达对中国政治的期许 天快亮了 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唱中国梦 拼命地想对外扩张 对内则是驱赶大城市内的低端人口 而李克强则是更强调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做什么事情一定要量力而为 量力而行 南海局势紧张 美国卫星近日发现 中国解放军疑似突然在西沙群岛 永兴岛部署了至少8架战机 其中包括了4架歼11B重型歼击机 同时美军也是增派了两架 B1B控炸机到关岛 中国国家文物局官员透露说 这一波洪水灾情当中 中国共有11个省500多处 不动产的文物受到了损害 其中有70多座古桥梁受损 部分被冲毁了 古城墙和古建筑房物垮 它的情况也较为严重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多次发表长文批评中共的中国著名法学家 北京清华大学法学院前教授许章润 日前被清华以道德败坏为由 割除了自己的教职 开除了公职 一群清华校友 因为担心许章润失去教职之后 生活会陷入困境 因而为他发起了网上的众筹 先后有504人次支持他 为他筹得了约10万元人民币 许章润今天特别发表公开信 向这一群校友表达谢意之余 已经婉拒了这一笔捐款 并且指应当转赠给中国正处于苦难深重的 有需要的人士 许章润这一封公开感谢信 以英文及中文双语对弈的方式来撰写 潜词用字军舰大师级的功力 他写道 岁在庚子时令厄月 章润急欲 悬遭清华开除公职 顿时生计无浊 教书34年于清华服务凡二十载 至此悉数归零 许章润在文中指出 共有504人次的校友 捐出了十万六百八十三点七七元人民币 他对此感名于心 但是也就指出 张润年尽花甲 献虽花体上见 可劳力正半 学有献 思不错 你卖文买米 并表示活下去 承受苦难 在暗夜着火 迎接黎明 正须众 温民同袍 五物 于也之意 故希望外界能够捐款转付至有成虚之处 好让情意散播于苦难深重的同胞 他又借着这一封感谢信 抒发了对时局的看法 他说 时至今日 庙堂滑舍 而同袍多数不过勉强温饱 苦力挣扎 官媒生平 其实半个中国泡在水中 风雨飘摇 世人普遍伪顿 擅作迷你之音 不甘寂寞 官场心灰一揽 上下虚与尾夷 只待弃舟 政体恶志不改 全球 助邦防范 早成孤家寡人 而极权必败 自由 终将降临无土 天意人心 如日月朝朝矣 他还自免一番 五人一日不死 便一日呼唤 此为言则 也是天命 最后 他还不忘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期许 他说 天快亮了 苹果日报 再次尝试联络 许章润 但是电话一直未能接通 57岁的许章润 早前本月6号 在北京的家中 遭到了十多名警察 指他涉及在四川成都嫖娼 在集压一周之后获释 清华大学随后 向他做出了开除处分的文件 文件显示 公安声称 许涉嫌在四川成都嫖娼 是违法事实 而许多次发表文章 则是被指违反了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 下面的消息 中央政法委 自本月8号起成立了 中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试点办公室 随即公检法系统内 也掀起了一阵整顿风暴 根据苹果日报 引述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 21名政法干部应声落马 包括广东 江苏和浙江三省公安系统的 三名厅级官员 都先后因为涉嫌 违反 严重违纪违法受查 报道引述了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客户端的消息 公安系统内的三名 落马厅官分别是身先广东省江门市副市长的公安局局长林春生 江苏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 严明 以及浙江省公安厅远警物技术二级总监丁仁仁 三人先后在本月的11号13号及14号被查 报道指出 林春生被查前 其曾经工作过的同事已经接连被查 本月3号 阳江市副市长李孟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而他与林春生也已经搭档了四年半 事实上江门市过去一年已经是有多人被查了 其中有林春生的直接下属和同事 如江门开平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李耀华 江门市副市长梁许赞等等 其中梁许赞是江门本土派的官员 长期在当地任职 2016年1月份任江门市副市长 曾与林春生搭档多年 今年1月份梁许赞被双开 纪委通报当中提到其滥用职权 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至于江苏省 当地政法系统过去一年也有多人被查 仅6月份就有南通市中级法院 原副处级审判员 执行局副局长王健平 连云港市中级法院 原副处级干部周庆忠 和苏州市中级法院 原副调解员 原副调研员 顾建华等等落马 根据中央政法委的官方信息披露 本月8日至15日 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已经通报了21名政法干部被查处的消息 其中包括法院系统 内蒙古呼和浩特 中院党组成员 程晓刚等7人被查 检查系统 云南西双版纳检察院 原反贪局预审科科长 罗玉明等3人被查 在公安系统内则包括林春生等9人被查 在司法行政系统 河南省监狱管理局财务处处长林建青等两人被查 下面的消息 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唱中国梦 拼命的想对外扩张 对内驱赶大城市内的低端人口 但中国近日内忧外患 经济下行压力沉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的常务会议上 特别要求地方政府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对老旧小区不要说拆就拆 免得造成财政的巨大负担 他更强调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做事一定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 李克强在会议上的发言 前日刊登在了国务院的网站上 国务院常务会议当日是讨论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的问题 指本月中经过全国人大批准发行的 3.75万亿元人民币 地方债务的专项已经发行了 2.24万亿元 其中有1.9万亿元的资金 已经开始使用了 使用率达到85% 李克强称在日前的情况下 要优化债券资金的头像 严禁用于置换存量债务 绝不允许搞形象工程 面子工程 他又特别点出 老旧小区拆迁的问题 他说 有一些地方对某些不是老旧小区 也不属于棚户区改造的区域 说拆就拆了 说是为了美化城市 但是从来不考虑钱从哪里来 造成财政的巨大负担 他又强调 做什么事一定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重申 今年地方专项债款都要用在六稳和六保上 那就是稳就业稳金融 稳外贸稳外资 稳投资稳预期 那六保呢 就是保居民就业 基本民生 市场主体 粮食能源安全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基层运转之上 然而这些是与习近平扩张的 中国梦的方向不同的 北京从2017年开始驱赶低端人口以来 数以万计的外地人被迫离开 近日则是将矛头指向了 位于市郊的别墅区域 下面的消息 中美在南海的角力是日渐激烈 继美军两度派出航空母舰赴南海演习之后 据香港经济日报 引述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的卫星近日发现 中国解放军疑似突然在西沙群岛 永兴岛部署了至少八架战机 其中包括四架歼11B重型歼机机 同时美军也增派了两架B1B轰炸机 到关岛 美国的福布斯查志的财经网站上 刊出了一张本月17号拍摄的卫星照片 其中显示 永兴岛机场停机坪上出现了四架疑似是歼11B的战机 以及四架相信是歼轰7战机 其中四架歼11B本月15号已经被拍到出现在了永兴岛的机场 但16号不在同一个位置 直到17号也就是美军在南海展开双航母军演的当天才再度现身 歼11B战机是中国自己生产改良自俄罗斯苏27的战机 可以用于远距离对空对海作战 永兴岛由中国实际控制 但是和越南有主权争议 另外追踪军机动向的社交账户的网站 Golf9在周六透露说 美国空军两架B1B的轰炸机前日从本土出发横越太平洋 经过夏威夷上空前往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这意味着安德森空军基地目前已经有了四架B1B 美国太平洋空军前一天宣布这一款轰炸机重返印太地区 执行战略威慑的任务 加强区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展示了美方对集体防御的承诺 早前美国在13号发表声明 反对中国对南海主权的声索主张之后 美军双航母尼米兹号和里根号 17号再度赴南海进行高战备状态的双航母演习 这是自2014年以来 美国海军在南海首次举行双航母军事演习 太平洋舰队宣称 通过开展双航母战斗群的高水平训练 能够确保对任何突发事件作出回应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是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的 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根损美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制造争端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另外根据中国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披露 美空军1-8C指挥机在今天上午再度靠近了广东的上空 这是美军军机一周内第四次接近南海上空 美军P-8A海神是反潜机 也罕见的在凌晨时分出现在了巴士海峡 来关注中国的洪水情况 中国今天的洪水已经造成了 11个省500多处受到保护的文物古迹受损 安徽省当前的防汛抗逢的形势是极其严峻 根据法广的报道 中国国家文物局的官员透露 这一波的洪水灾情当中 中国共有11省5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受损 其中是有70多座古桥梁受损 部分被冲毁 古城墙和古建筑房屋垮塌的情况也较为严重 在全国知名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中 安徽黄山屯西镇海桥被冲毁了 湖北襄阳城墙的局部垮塌 广西桂林的李宗仁故居房屋垮塌 媒体报道指出 2020年是近年来 汛西文物受损最为严重的一年 截至到7月16号 江西、安徽、湖南、四川、广西、湖北、重庆、广东、福建、贵州、浙江等11省 因为灾害而遭受不同程度损害的500多处文物古迹当中 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6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7处 官方现在已经向文物受灾严重的省份 拨付应急的抢险资金人民币350万元 各地文物单位也应当要求成立防汛抢险应急组织 展开防灾、减灾和受损文物善后的保护工作 中央社2020年7月18号周六报道 安徽省预计在18至21号还会有两次强降雨 防汛抗风的形势是十分严峻 安徽省防汛抗汉指挥部发布通知 全省从当地时间周六晚间18时起 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也就是最高级别 安徽省长江干流已经全线超过了警戒水位 淮河干流王家霸站超过了警戒水位 省内的水扬江以及潮湖西河、菜子湖河等 主要的支流湖泊都已经超过了保证水位 根据介绍到达警戒水位就可能会出现险情 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在此水位 避防不会决堤 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戴希 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集团全球招聘 编辑 编导 主播 节目主持人 工作条件要求 一 撰写新闻稿掌握及时新闻资讯和重点 二 口条家具过音剪辑能力 三 台风稳健 能出镜播报更好 四 说案政经科技或文鱼新闻 据新闻 政治学 经济学 科技等专业背景更受欢迎 五 有网络媒体操作与经营经验优加 六 掌握视频制作软件及图片处理 七 策划制作新型视频节目 八 据工作热诚愿意接受新任务 音频者具有一项或多项才干 主要播放平台为YouTube上的明镜火拍 明镜新闻台 明镜电视 明镜历史台 华尔街电视等 若有相关工作经验 请附上成果链接 共参考 职务类别 记者 采编 文编 教队 文字工作者 其他传媒相关工作 工作性质兼职或全职 上班地点 可得